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避免一个题目 原邮简 最近这个ChatGPT 就是页本新闻 除了这个税前案之后 这个情况我相信都不能避免的了 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进步是一天千里 甚至那个速度快到我们不能预估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 就是究竟你用还是不用这个ChatGPT 那个论据是什么呢 我听闻某国家的教育部长 就说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 其实等于我们以前的计算机 你不用计算机 你不如念乘数表 或者永远是不能进步的 因为那是一个工具 但是举我们香港为例 就是现在文说的港大 就一定是不准学生用ChatGPT的 我有两个疑问 其一就是计算机和ChatGPT是两回事 计算机是不会进步的 ChatGPT它收了 或者其他人工智能 它收了一个很强的data base 它不断去加强 它是不断去学习的 第二个学生是否用ChatGPT的教师知还是不知呢 可不可以连教师都对了呢 我想陈静恒博士先答一答 这样的 我都同意说 ChatGPT好像是令我们多了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不是计算机 其实它可以拿来计算机 其实可以拿来写文 而且我同意你所说 就是它有自己的发展能力 你计算机才可以计算 但是你要计算机 去帮你去达成一个目标 你是要program这个运气 令它达成一个目标 而且就是说 就算它有很多件事 有很多个模组弄了出来之后 你想将它再继续成一样大的 来帮你继续成一样这么深的东西 你是每一步你都要holding hands 手拖手 来去将这些不同的模组继续成 才和你做一个更加庞大的运气 这个就是原先我们理解计算机去计算的时候 那种给我们建立我们的工具 去砌我们的工具 但是ChatGPT似乎是一个懂得 有一定程度的学习能力的一个工具 它会随着你的要求 根据你设计下去的指令和目标 去帮你自己去想一下怎样砌一样东西出来 就是一些简单的任务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都很惊讶 我譬如在最近都看过 我自己都纯粹在社交媒体上看一些的page里面 他们的人各自去发挥他们的创意 来讲一下怎样去运用ChatGPT 来去计算到一些做一些很方便的东西 譬如就是说你可以指令它 但是去用一下这个Excel那些spreadsheet 来去做和你砌一个工具仔出来 令你可以帮你去怎样去做这些庞大的运算 而且甚至乎将一些运算的功能整合 再帮它慢慢组合成为一些更加複雜的东西 似乎就是它是懂得一路去找新的东西 来砌那些东西 来砌一些令你更方便你生活的工具这样的 李亚台长你自己有没有试过玩过啊? 喂我的电脑很盲啊 你不要要求我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不需要 它方便在位就是不需要你是不是懂电脑 你基本上去OpenAI去ChatGPT的网站 你登记一个账户 你就可以当它是一个人跟它聊天 你试试给他一些指令 哦 给他一个指令 我写了一篇是跟这个沙士比亚同一样水平的情信 是啊 甚至乎你看到现在Amazon是有ChatGPT的小说出来了 出来了这个很大件事 为什么呢? 是不需要有作者的 你输入一些程式 我要写到好像举个例如海明威那样的 但是这个题材就是讲这个爱情故事的 它真的写到给你哦 现在出来了 是啊 是啊 而且你那种文学的风格啊 字数是怎样啊 体材是怎样啊 你基本上你把所有的指令都给你砌出来的 这个就很有趣了 但是当然我自己理科人的话呢 我当然当然是要去试一下做一些 比较是科学一些的任务啦 那如果问他一些基本上科学常识的东西 那他就自己立刻Google去找到给你看啦 但是我特意试过做一些有道性比较错 就是问一些直接问错一个科学问题的那些呢 那他又会完全相信我意 他给一个错的答案给我的 那就是变成在这些位置呢 你要去做一些去根据科学的准则 去辨别是非的那些东西呢 那就反而它是比较露鲜的 那就是在这里就会看到 我就会说 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但是你就不是讲到那些人讲到 就说它已经有一个自爱的意识 甚至乎就是说可以做到很万能呢 那我想都没有去到这一步 但是我也都同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学一下怎么用 了解它的限制 了解它的限制之后 我们懂得如何釋放你去运用 就是我自己 我想都会和那些学生说 我未来有一篇要你写五百字的 你不就试试叫去查GPT 写一词给你 看看你觉得会不容易 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不是的 你撿到它为止 那我可以的 这件事其实 我开始其实是这样的 这件事又要顺带一提 香港呢 就是香港大学就讲到就是说 一出的时候就立刻要禁止了 那其实基本上你问香港大学 他们有没有方法去辨别到这篇 是不是查GPT 写出来 他们有鬼方法吗 肯定没有 那大家跟我听着 我叫那篇文回来 我当然不会直接放下去了 我当然是那几个字才放下去了 那其实就基本就试一下了 还有这件事本身它会是 那个风格你可以变的 就是你去叫GENERI第一次 你说不喜欢 我要你的行为 用另外一种风格是可以的 那就是 刚才想说的一件事 当时你就知道了 很喜欢讲到就是 你看看别人其他国家的大学 比如讲到新加坡那里 有些大学就已经说 不是因为我很欢迎 有些学者说你应该很欢迎那些学生用 甚至乎应该教学生怎么用 接着举了这个例子之后就说 你看看别人多拥抱潮流 你看看香港的那些知识 在那里把那些东西放下去 但是其实以我自己收到的风格 其实就算去到新加坡的 就是某些厉害的大学那里 很多时候里面的教职员的反应 都是有一点是硬的 就是不支持它用的 但是自从现在周围的那个讨论 那个势头就是说 似乎那些开明派的声音比较大的 还有就可能也会多少 结合到公众的期望 所以反而现在你会看到 在新加坡的主流 好像大家以为就是说 他很鼓励你去查GPT 但是可能你真的了解他里面的人 那些高层的反应 可能是另一回事来的 最当初的时候 那如果譬如我给一个任务 这个查GPT 我说我今晚真的有事 我可不可以写一封 生死女儿的情讯呢 其实我觉得最实际 你应该试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在查GPT可不可以取代陈志默 然后你问 你问 你听说可以 我听说是可以 是的 这样就很可憐了 那你试一想问回 你刚才问过我的那些问题 看看GPT的事情出来 会不会做 那个出来的节目效果 比我更好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事 那技术层面要需要些什么 就是说那个program在这里 但是我怎么模仪你这个样子呢 样子你很容易GPT的 现在样子那些 你based on一个陈志默 再将它改善了 将它美颜了 我这样做一个英俊版 如果你 喂 你已经很英俊的了 那这个是假的了 这个又要讲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记得有个例子很好笑的 就是用ChatGPT 就是我见在那个社交媒体里讲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去like 很多人笑的 就是竟然有人去尝试 去将这个ChatGPT 转成一个很懂得说甜言文语的男朋友 那些用者还是用户一定是女性来的 是的 比如开头就问 你叫ChatGPT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然后他很客气地说 你喜欢叫我什么叫我什么都可以的 那好吧 以后我就叫你做宝宝吧 那好吧 你以后就叫我做宝宝吧 那还有你要记住 以后我会问宝宝在哪里 那你就立刻回答我 我宝宝在这里 就要给了个心形的emoji 那从这里开始 开始的故事一直就train下去了 譬如言许不行 你讲这句话不够浪漫 不够甜蜜 我要你再甜蜜一点 再幽默一点 好吧 我的幽默功能还有待改善 我现在就再讲一些幽默的东西给你听 好不好笑啊 不好笑 就是最后是train到一个地步就是 ChatGPT是可以不停地 给你供给了很多这些甜言文语 那个post很好笑的 就是你会在这里看到就是说 他这一个这样的人工智能 他那个学习了解用家需要的反应 是怎样去累积回来的 其实从而你会看到呢 除了学校学生交功课和老师改功课会受到影响 你可以想象一下去到那些人工智能的客户服务那些 其实现在已经是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客服在这里了 其实你再加上ChatGPT这些 features 去做人工智能的客户服务的工作 我想就是不会更进一步的 其实这件事应该很难看见的 我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假设就是对于那个科学的科研的研究 我们应该不是依赖了 这件事就难一点了 你去鼓励一个很 就是可能比较文学创作 一些比较不会太需要客观判断的那些东西 我想ChatGPT还可以做到一些的要求 就是譬如真是交Assay、社稳这些东西 但是我以一个科学人的角度来说 你可不可以将它training成为一个专业的研究员 难一点 如果纯粹是一个给数据分析的 一个小小的analyst的工作 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本来有一定的工种是应该被淘汰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质疑这件事 是的 最担心当然 如果你问我当然会担心 你教书会不会被淘汰 还有做科学生肢节目主持这个位置 会不会被淘汰了 会不会有一天台长你跟我说回来 就是说我不需要你了 我找到个ChatGPT 还要再英俊一点 我再用在这里其实都很minimal 就是说如果有个7GPT代替我 整个我们的节目就取代了 那算了 那大家看到我们一天多一天 那记得继续支持 我又想问一样的就是 譬如处理这个背论的问题 逻辑背论这个问题 现在有没有人试过 因为我在当年 李天命在中大辩论这个神 传统的时候他有一个疑问 就是神可不可以创造一个 他自己都举不起的石头 有没有人试过把这个背论 就是让JetGPT玩一下呢 不是 我鼓励台长你自己试一下 是的 就是我 我当时 因为我只问你人 我只问了他一样东西 就是 你还在场那时候? 不是 那个辩论我当然是不在场了 我只是看书看回来的 就是我说 如果我用JetGPT的时候 我问的我就问一些 就是阿里士多德识错误的物理问题 那些而已 那他就答不出的 喂 你举个例子 有些听众不明白 什么叫阿里士多德识错的物理问题 是的 是的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重的东西跌得快一些 其实根据牛敦力学就不是的 无论你重的东西和慢的东西 它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固定的加速度越跌越快 就不会说你重的东西就一定是跌得快一些 这个当然就是说在真空的场合来说 那里的异议 这些是我们初中至高中学的 基本的力学的原理 但是我就照问过这个JetGPT 说为什么草莓跌得快一些 它不会挑战的问题本身是错的 如果我最理想的答案就是 你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似乎JetGPT去到这个level 就是这样做的 哦 真是明白了 它仍然处于一个很低的知识的水平的阶段 正应该这么说 它是根据它能够在网上搜罗到的文字资料 而这些东西是不是经过Digest 未必一定的 它只不过经历过一个选择的过程 去尝试找一些最类近我这个问题有的资料 去paste出来做答案 就是有点像是 它似乎背了很多书 接着见有哪个比较近傍拿来 射到我的 它就会某一段东西出来 我想这个是和人类智慧最大的分别 人类的智慧是在挑战着传统的既有观念 每一个科学的进步都是来自推翻 或者不应该说推翻 或者是在挑战着 甚至可以说你根本问这个问题的方向错了 但是这个Track GPT或者现在人工智能 只不过是巩固在现有的知识 不断去将这些东西recycle 是的 是的 这个跟我们一会儿讲 有个题目有关的就是 其实我甚至会认为 你那个现在的Track GPT这一套人工智能 和我们实际真是人的老神经元的运作 都会有一个很结构性的分别在那里 但是具体上的分别在哪里 当然又要看回本身的方程 要看回整个电脑程式是怎样的 是不是代表着 这么快可以跳跃到人工智能 已经有意识有个性有思考 懂得发脾气 然后懂得去讲甜言物语去哄女生 他能够有一些功能去给出来 但是不是代表着 他完全已经成功复制了 我们这样的人的神经机器 那我都觉得还不是 好了 我们这集要结束 我们下一节就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